在基隆那邊 之前我在基隆那邊 待十年 然後回來 小時候就看著老人家 在做手工藝餅 做小刀子小飾餅 自己長大了 自己就可以慢慢 去體驗自己做了 一方面我 我又是做木工這一行的 一方面對這些工具 又比較熟悉 現在做出來的東西又比較 好一點 像傳統以前的那個 都沒什麼工具 現在就比較方便多了 模仿一下老人家的手藝 這個要慢慢進去 因為這個還沒有處理過 還沒有打光 所以才會看起來粗糙粗糙的 那個是用像的 這個是鋁的 跟那個葉光螺 先挖個洞然後像進去 這個就是葉光螺 就是要切小塊的 要慢慢切啊 切小塊然後再抹圓圓 然後像進去 這老人家的智慧你看 真的厲害 這個要慢慢弄啦 壞心情也不能做啊 要用好心情去弄 對不對 老人家的智慧你看 好嗎